天塌了 奥迪也是优惠十三万五 安捷给你干到了五八折 基本上跟b9性款卖成跟帕萨特落地快一个价了 现在的燃油车彻底废了 雷克萨斯200 就这饶骨的棒的 两三年前 你干一台不得加价啊 现在安捷又会八万 混动版本三百元去 安捷又会十万起步 现在国内的燃油车真就是便宜到家了 千万机做凶的嘛 年底了 你还看啥包牌车 还看啥准新二手车 就这些个热度高的豪华品牌 尤其B级车 你看看它二手车的行情 几乎跟优惠玩的裸车价差不多多少 切记现在买新车 开三张铃牌 若明年二五年的户 还少亏一年折损 年底盖才准新二手车 或者包牌车 再开个一个多月 直接亏一年折损 我就问你闹不闹心 买完车的熊的嘛 别看懂车底下下排行吧 我怕你气包炸呀 你以为燃油车已经跌麻了 之前买燃油车的就疲惫了 那你考虑过前两年花40多万买小盆P7的宝贝吗 你看看现在小盆P7加多少钱 你考虑过花33万买比亚迪汉的宝贝吗 你再看看现在的比亚迪汉多少钱 如果说燃油车跌爆炸的情况下 新能源车新车价格给你干蹦起来了 你看看BBA的纯电车 其中还不发一几个油改电 新车行情跌爆炸 二车全部挂树上 当下买车一定要了解行情 多对比 有可能你现在干一台二手车 开一年亏的比新车都多呀 多放放我其他试评 指定能帮到你 助在做各位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